這隻肯定很骯髒 每個人都抱著他 但不要緊 都抱吧 好舒服啊 另外一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施和公 我們現在走到清水寺 途中看到有這個龍貓的極邪惡隱世背頭 帶你走走 這間龍貓專門店正正位於京都走上清水寺的大街 開了一段時間 這次都是因為第一次去京都 誤打誤撞之下才會進去看 其實鋪裡的尺寸真心不算很大 跟一間中學的正常課室差不多 但買的東西有很多不同款 雖然以龍貓為名 但其他作品的精品一樣都有 除了龍貓之外 其實千與千層也是一個主題 你看到整個地區都是千與千層的 說明是龍貓主題 怎麼會少得這個龍貓的車站 好可怕 肯定很骯髒 每個人都抱著他一次 但不要緊 都抱著他 好可怕 其實影片結束了 因為當時去旅行都沒想到怎樣拍 而且我又不是龍貓粉絲 所以沒太大的感想 如果你是為了他而去 我想你要考慮清楚 而在京都或大阪這些關西地區 其實還有幾間大一點的選擇 可以上網找清楚 看看哪一間可以在你的行程中 順便去就算了